大家好,我是四水年华 我现在在湘西 我是从北边过来的 张家界方向 但是我一进入这个湘西啊 可以说开了有上百公里了 这一路上全是这种牌子啊 近藏区 朋友们,湘西我老早就知道了 可能小时候就知道了 是通过一些小说吧 还有一些影视作品 湘西非常的神秘啊 尤其是那个湘西感诗 以前就是看那个小说 看那个鬼故事 真的是晚上吓得睡不着觉 到底真的有没有 我真的是不知道啊 所以说我既然来到这里了 我想去了解一下 找一些老人 因为老人才知道这些事情 都是以前的事情 打算去问一问 看这个房子 是如此的破啊 这边呢有个老人 我打算去问问他 他在这边扫地 师父 你好 你在扫地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师父 七十六 七十六了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啊 你看我不是咱们湘西人 我是河南的 我小的时候我就知道 有这个湘西感诗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 你刚 我不懂 不懂 有没有 不懂 我知道 你有没有听过这些事情 有听过 听过吧 你懂 你懂 你不懂是吧 不懂 那这种事情有没有 都不懂了 你问我我不懂 不懂啊 我不懂 好好好 我都没年轻 问年轻的 年轻的才不懂呢 现在 没人相信这些了 这以前旧社会 才能相信 是不是 你也不懂啊 不懂 好好好 那有没有年轻的时候 听说过呀 有没有听 我 我不识子 你不是这个人 不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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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好好 那你就忙着啊 好好好 这边有个婆婆 应该是苗族的 刚刚问了一个啊 那个语言不同 你好婆婆 啊 你在弄菊花 这样 一斤要两块 两块钱一斤 你是卖是吧 一斤两块 哦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婆婆 多大年纪了 九年年了 这么大人 我这婆婆 她 想了 可想了 好好好 我婆婆 这没弄了 这听不懂 你说话呀 这没弄了 我说话 你能不能听懂 我管不懂 也听不懂 听不懂 我说你多大年纪了 管不懂 听不懂 我那也管不懂 好好好 那您忙着啊 两块钱一斤啊 两块钱一斤真不贵 在这里摘半天 行 再见啊 好 这样 我说 我说你还能不能听懂 我说你还能听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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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能卖多少钱 一天能卖多少钱 好多钱 还是听不懂 这个在哪里摘的 在哪里摘的 从看了 山上摘的 没有 没有这么多 今天不用再卖了 不用再摘了 就这么多 还没弄是吧 你拿着吧 拿着吧 我也没钱 今天不用再摘了 卖完这点就不用再去摘了 不用了 拿着吧 我不要了 我用不上 再见 不知道他能理解我的意思 让他今天不要再摘了 这是我车里所有的钱 应急用的 有时候你买东西 人家没有支付宝 微信 所以说只能用现金 朋友们 我没有任何意思 我就是觉得婆婆的话 有点不容易 虽然说我听不懂他说话 但是他那个意思我是明白的 他把那一兜都给我 两块钱一斤 那兜肯定是没有五斤的 然后桶里的还没有摘 我的意思就是 让他今天不要再去山上 采那些野球花了 说真的啊 野球花也不好采 比较分散吧 花过多一斤 才两块钱 不知道要多少猪的野球花 才能采出来一斤啊 人比较老了 看着样子应该有 至少有八十岁 我觉得 但是我也没有能力 我要是有能力的话 也不会说是十块钱了 那可能那那那一百两百 如果说能力再大的话 一千两千 是不是啊 说还是自己没有能力 但是看见婆婆也不容易啊 那就帮一把吧 不多啊 不多 十块钱能吃碗面 想问问湘西改市的事情 真的是比较难 这老人家 这听不懂他说话 他也听不懂我说话 朋友们 我走这条路呢 这路两边这个坟地 是挺多的 虽然说都写着近藏区啊 那个坟地呢 咱们也没法拍 也拍不了 说真的啊 就我看见的 这边这个坟地 还是比较豪华的 就是弄得特别隆重 你像不单单是一块碑 碑旁边呢 还有那些 怎么说啊 花纹吧 图腾之类的 比较大啊 反正在我们家那片的话 就是坟地的话 是比较简单的 这边还是比较奢华的吧 现在还有没有 这个赶世的事情了 现在啊 现在没有了 您今年80岁了 你多大年纪的时候有 小时候 小时候有 那具体是怎么回事 你知不知道 我也记不清楚了 也记不清楚了 小时候就是十几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 好 你慢走啊 好 朋友们 这真的不好问啊 这老大爷80岁 他小时候的事情 小时候可能是几岁 可能是十几岁 他记不清楚了 这多少年了 最少有六七十年了啊 哎 六七十年 确实时间长了 朋友们 截止到现在为止 我已经问了四个人了 第一个扫地的大爷 他说他不知道啊 他说他不识字 第二的话是交流不通 没有开 第三个是一个苗族的婆婆 也是无法交流啊 第四个的话 就是刚刚那个八岁的大爷 他说他忘记了 我这个视频啊 只是一个过程啊 我跟他们说了很多 我感觉吧 这些人啊 就是有点支支吾吾的 他不愿意说 真的啊 他不愿意说 我感觉就越来越神秘了 所以呢 我还想再找人问一下啊 找年纪大的 年轻人是没人知道的 年纪大的 那些 就像刚刚那个八十岁的老大爷 他说他小时候 有这回事 那就再找老人吧 再问一问 大家想不想知道 想知道的话 就跟着我去问一问 到底是当年 这个香气感时是 到底怎么回事 对 感谢观看